來自日本 沒有 台灣男生不開心的時候 不會直接表達 就像我之前在跟台灣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她不開心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忙 沒辦法接她的電話 然後LINE也沒有回 她直接在FB上 就是PO一下她的抱怨文 說怎麼會這樣很不開心 我那時候看到她的FB的PO文的時候 還以為她發生不開心的事情是怎麼了嗎 後來她過了幾天後 她心情比較好的時候 就跟我說 學姓那一天我的PO文有看到嗎 我是你的事情 我不開心 因為你不會我的LINE 然後不接電話 她心情不好 日本男生她不會這樣 她不開心直接會跟我講 對 像日本人會直接講 日本男生好像是 日本男生 真的嗎 然後她 我還在日本的時候 跟台灣 日本男生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 她 我讓她不開心 就是那時候她 就 好像一點 一點點 都沒有回我的LINE 然後都沒有接電話 然後有另外一次 她 好像 她看到我跟別的男生聊天很開心的時候 就直接說 欸 學姓過來一下 然後她直接跟我說 欸 你怎麼那麼聊天很開心的樣子 是好像比我聊天還開心 是怎樣 之類的 然後直接跟你表達 喔 那你這樣直接表達 會不會讓你現場很難做人啊 對不對 會不會 不會啊 可是她覺得這樣子很清楚知道啊 真的啊 欸 可是我覺得台灣男生有時候才讓我們難做人耶 會嗎 像我有時候出去夏天 穿熱褲出去 然後跟我老公和她朋友吃飯 然後我老公竟然可以當著她全部的朋友的面 然後就說 欸 你看你褲子這麼短 你到底後面的橘皮都跑出來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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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她說 你看 這應該不是不會表達吧 她說 你都沒有運動 你看 你雖然沒有發胖 但是老了皮就是鬆了啊 就是有點白目了 但是我後來回家 我當然會跟她吵架 我說 你怎麼這樣 我很沒有面子 那你 她就說 不是 我不希望你的褲子穿這麼短 在她的朋友面子 但是她要用這樣子講 對啊 會變成說她會有一點 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讓我們覺得很難堪 對 反而更難堪 對啊 其實出門講究 這是一種挫賽的表達 對啊 不是表達發生便秘 對不對 來 沈維娜呢 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她 我跟她交往的時候 我才知道她 她自己之前的 也不算女朋友 她可以愛戀一個人 八年都不開口 然後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說 Oh My God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會跟她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為她 也許要用同樣的方式 因為她是每天都是 是我同事嘛 她每天都會到家門口送那個 一個果汁 就是Juice Ave 買百分之百的那個 orange juice 每天都一樣 我還跟她講說 為什麼你每天要送我那個 柳橙汁啊 我也不喜歡喝柳橙汁 每天都要送同樣一瓶 每天的時間 然後後來就覺得不太對 我問她 你是喜歡不敢開口喔 然後她就嗯 就這樣嗯 她就好吧 那我們一定開始在一起 不要再送果汁了 然後就 幹嘛給我咖啡 如果我不問她 可能真的會用這個方式 八年 再送十年 對 外國人也會覺得 我會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我們不太喜歡 對我們這麼好這樣子 你知道嗎 會不習慣 對你這麼好也不習慣 對 不習慣 因為她好要去分別啊 你不需要是你的責任 每天要送我那個果汁幹嘛 就是默默的在做 不是嗎 可是如果是朋友 我們也會覺得拿到不心 心不安了 對啊 還有啊 就是我常常搭那個交通嘛 就常常面對捷運幹嘛都好 然後就會有一些男生啊 就想要可能她的表達能力就是 就跑過來直接就問我說 欸 你是哪一國人啊 那我說巴西 喔 巴西不是說好熱情嗎 一馬上就講這個熱情在簽的時候 我會 喔對 很熱情啊 那然後咧 就一直說我要對你怎麼樣嘛 他就 就把他電話直接給我 我說這是你電話 喔 你要的熱情是這樣喔 我就撕掉 Sorry 我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們是沒錯 比如說我們看到不認識的人 我們也可以就是一個 I How are you 是OK的 但是他不是 他直接過來 你們不是都好熱情嗎 然後就 喔 他在等Kiss吧 喔 不自然 不是他 其實不是這意思啦 不是 他是想認識你 可是我跟你講 有些台灣男生真的 變成我們女生要很懂得去猜 台灣男生的這個意思 你剛剛講那個每天送果子 我還記得我那個 我那個第一個男朋友才好笑了 那時候我上大學了 剛上大學 就很奇怪 為什麼他剛好可以每天 我家會經過一個小學 然後呢 我要去坐公車 然後再到台北火車站 換上陽明山的車 然後呢 就他就剛好會 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 反正就剛好 就會每天在我家小學那邊 騎摩托車等我 他就可以送我上 送我到台北火車站 這樣我就是 因為當時永和要到火車站 很擠這樣子 英雄一段很卡 所以我就省掉很大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第一天就坐 第二天坐 連坐了五六天之後呢 我就覺得 欸 這樣好嗎 就剛好都會在那裡這樣 然後有一天我去的時候呢 他 他就會 靠在那個學校的圍牆等我嘛 然後 那個男生會抽煙嘛 我想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問清楚 然後我就說 欸 請問 你這樣子每天都會在這裡接我 你這樣是要追我的意思嗎 我夠白目了吧 他怎麼回答 不好意思 我永遠記得 然後他只好抽那一口煙 靠在那個牆上 他就這樣 把那個煙往前面一彈 余小姐 不然你以為我在幹嘛 可是其實真的很不帥 可以講的話是可以 他覺得我很白目 對 可是我覺得你要講清楚 我才能夠 所以我的個性不是很怪 有一點 不會啊 不會啊 還是你們都會知道 就自然的 不說破 然後 然後有一天你手就突然就抱到他的腰上 就開始慢慢 可是我沒有確定我不敢去抱你的腰 真的啊 萬一被那個咧 對啊 女生就是這樣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台灣的男生呢 其實也是一種同理性 就是他怕他表達 萬一你們不接受 就被拒絕 他也會怕受傷嘛 對 但是他面子還是還蠻重要 反正我就 但是我問你 做了以後 然後你們如果覺得真的不行 你會開口主動說 那算了 我們 那我問你 他浪費掉八年 如果他做這樣這麼好 他還是不喜歡他了 那你不如第一天先問好 問比較快 我覺得 要不要在一起去不喜歡我 八年真的有寫太久 那你可以說八年是免費果實 你的第一次